BIKING 機車 直詢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 機車 直詢網 我是小三 在賽道上高速奔馳 增幅彎道 對很多人來說呢 都是一件非常熱血的事情 不過 實際上如果你真的要去享受性能體驗速度的話 你不能只有熱血而已 你在這個過程中 每一個操作的步驟呢 你都必須用謹慎的方式 以及冷靜的態度去面對才行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這前方等著你的 不是好玩 不是樂趣 而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那如果你明白上桌這樣的道理呢 你一定要好好認識一下 今天我們所介紹的車輛 因為它同時具備了上述這兩種重要的特質 一方面 它可以像外科手術刀一樣 讓你用精密鋒利的刀刃呢 去精準的完成每一個動作 那另外一方面 它也可以透過狂暴凶猛的動力跟聲浪 徹底的激發出潛藏在你心中的熱血和激情 KTM 890 Duke KTM 890 Duke 確實讓它在車坦中毒素一格 也信到了很多始終的支持者 尤其在外型的部分 它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因為當我們去回顧歷代Duke車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在不同年代不同排氣量所推出的不同機型 它都還是一樣可以用這種強勢的魄力 用這種充滿濃厚戰鬥氣息的氛圍呢 去營造出獨一無二 專屬於自我的公爵魅力 那在外觀上 890 Duke 最能彰顯家族血脈傳承的 我想就是這組分離式的頓形頭燈了 因為這不只是近代Duke車系 最顯著的外貌特徵 也是巧妙的把科技和野性 給結合在一起的獨特設計 當然 這種前衛的造型 一定會帶來兩極化的評價 喜歡的人就會覺得很帥很有個性 但不喜歡的人呢 就會直接跟你說 就昆蟲臉啊 帥在哪 沒辦法 造型啦 視覺啦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很主觀的 那就我個人來看 我是喜歡的 因為一方面 Duke車系本來就不應該走那種 規規矩矩的大眾路線 它是應該要比較特別一點的 其次就是 890 Duke的頭燈比例 包括它的大小位置 其實拿捏得很好 在搭配上變化幅度非常大 用鋒利的銳腳 由兩側向前延伸 充滿侵略感的油箱造型 在這兩者的結合之下 就算它只是停在那邊不動 就算是平常對重車沒有特別研究的人 在看到890 Duke的時候 也一定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它那種強勢兇悍的個性 這一點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的好 也確實的展現出了890 Duke應有的魄力 OK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車身中後段 其實這邊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單看設計元素 包括造型極度上揚 帶有像二行程 向越野車致敬意味的排氣管尾段 因應性能考量 存在感極強的副車架 還有顛覆的常規設計 裡外相反的反制是後搖臂 以及徹底精簡化的尾燈組 這些都在在的符合了890 Duke 又或者說是KTM 它那種堅持做自己 不想要跟別人一樣的品牌性格 只是 當我們把目光再次拉回到整體車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作為一台強調操控 追求性能的戰鬥街車 890 Duke的身形感覺上 是有點太長了一點 因為 不管是跟前座790 Duke相比 又或者是跟類似級距的競爭對手比較 890 Duke的軸距本來就比較長 再加上 它也沒有刻意為了讓視覺上看起來比較緊湊 而去做出相對應的修飾 那這些加在一起 就讓890 Duke的中後半段 看起來變得很攏長 也跟前半部那種俐落的風格相比 形成了明顯的落差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如果 它的後半段可以再做一點調整 又或者是配色上 可以再大膽一點 那麼一定可以讓890 Duke 看起來變得更有魄力 其實當我們在回顧 歷代 Duke外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設計 一直都走得很前面 如果你把它拿來 跟當代的性能接車相比 你會發現 它幾乎沒有任何壯臉的可能性 因為它一直都在走自己的路 一直都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這樣的做法 有時候可能會因為太過於大膽 太過於前衛了 反而遭著一些批評跟嘲笑 像有些人會說 新款的 Duke 怎麼越來越像昆蟲 怎麼越來越像昆蟲 怎麼越來越像外星生物了 但我想 這些聲音其實對KTM來說 並不是批評 反而是一種稱讚 因為長期他們想要做的 本來就不是那種 保守穩健大眾風格的車 而是要像890 Duke這樣一樣 你看過了就闊目難忘 你看過了就留下深刻記憶的獨特存在 作為KTM自家中量級代表的890 Duke 配備上其實給的不錯 只是它就跟自家的品牌風格一樣 它的配備性 性能操控動力相關 作為主要的強化項目 所以乍看之下你可能會覺得 看起來並不是特別的豪華 特別的高規格 但只要你有用過騎過 就一定會對它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首先 我們就從造型上很有特色的頭燈看起 890 Duke的盾行奔離式頭燈 在上方的外圍有一組跟車型一樣銳利的 LED燈條式定位燈 那下方 只是以階梯式排列的6組LED燈具 來作為主要的照明 那實際的夜間照明能力很好 光是開啟靜燈 它的照射範圍 光型 就讓我覺得很滿意了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那就開啟遠燈吧 我相信在開了之後你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什麼叫做眼前一片光明 尾燈是採用LED燈具 造型上非常的小巧 是獨立在車殼之外 直接設置在後排架上的設計 那同樣裝設在後排架上的後方向燈 還有位在車頭上的前方向燈 這都是造型相當精簡 並且使用LED燈具的設計 採用全彩液晶螢幕顯示的儀表 在開機之後會跑出KTM的品牌標語 Ready to race 很有儀式感 感覺像是在跟車主說 來 準備Trilocke的感覺 這個很好玩 那儀表的中央呢 是以數字顯示的時速表 上方有階梯式的轉速表 左上方則是檔位顯示功能 另外還有油量、水溫、里程 三種不同動力模式的顯示 以及循跡系統、ABS等電控系統的資訊 那說到電控系統 890 Duke其實有很多操控相關的配備 是可以加價選購的 像我最愛的進退檔快排系統 我強力建議你要選購 這個很好用 那另外呢 還有MSR擋下抑制系統 定速巡航系統 TPMS抬壓偵測系統 還有可以跟手機進行連線的KTM MyRider 這一些呢 都是可以獨立進行加價選購的功能 那另外 KTM也有針對重度玩家 準備了套裝的電控模組 像是如果你選購了Track Pack 你就可以獲得 可以自由選擇開關的防固輪系統 彈射起步模式 還有可以進行一到九段調整的 MTC選機控制系統 以及可以自行調整的油門模式 那至於最頂級的Track Pack 就是擁有Track Pack的所有功能 然後另外再加上了MSR擋下抑制系統 跟進退檔快排系統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賽場單圈 一定有直接幫助的進退檔快排 並不包括在所謂的Track Pack裡面 這個有點奇怪 但總之呢 這個就是原廠所提供的選項 如果說你需要這些進階的電控輔助 買車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的跟店家詢問 看看怎麼樣搭配 才會比較符合你的實際使用狀況 好 再往下看 造型上非常狂的油箱 是使用鑰匙來開啟的 油箱容量是14公升 性能配備部分 前懸吊使用的是WP Apex 43mm倒立式前叉 後面是WP Apex MonoShock 中置多連桿單槍避震器 具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自動系統 前面是輻射式對像四火塞卡鉗 搭配300mm碟盤的雙碟配置 後面是單向單活塞卡鉗 和240mm碟盤的單碟組合 前後都配有彎道的ABS 防鎖式煞車系統 並且可以依照車主的需求 比如說現在你想要做進階賽道抄架 又或者你想要玩一些花式技巧的話 都可以直接的 把後輪的ABS系統 給完全關閉 輪胎尺寸 前輪是120-70 後輪是180-55 前後都是17吋的多爪式鋁合金輪框 車體的乾燥重量是169公斤 對於現代的性能街車來說 電控系統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也是我們在平段配備好壞時的重要參考標準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 890 Duke的表現確實很好 它很符合它的車款定位 也符合了車輛的性格 如果說你的預算充足 你想要再更上一層 那麼擁有同樣的血統 但是未接更高的890 Duke R 其實也是很好的選擇 重點是 不管是890 Duke R還是890 Duke 它在配備的部分 絕對都會讓你相當的滿意 這幾年KTM在發表新車的時候 都會幫自家車款取一個好記 而且又能象徵車輛性格的特殊外號 像250 Duke、390 Duke所使用的就是彎道火箭 排氣量更大更兇猛的1290 Super Duke R所使用的 則是猛獸 這些都是一看就懂 而且很能夠去展現出車輛性格的一些外號 只是890 Duke它所使用的是手術刀 這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那背後所要傳達的又是什麼樣的車款特質呢 這一次我們所介紹的KTM 890 Duke 它所使用的是水冷式行程並列雙鋼 DOHC4V的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889cc 最大馬力115匹在9000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是92牛頓米在8000轉的時候產生 配備有PASC滑動式離合器 採用網膚式6檔的電條傳動 那原廠提供有道路、雨天、運動等 三種動力模式可以做選擇 那根據官方所公布的數據 890 Duke 1公升汽油可以跑19.3公里 是符合台灣能源效率三級的車款 跨座上車 890 Duke的座高是820mm 那對應到我176公分的身高呢 我會需要墊腳才可以雙腳同時踏地 那我們家的便宜同時一打 身高165公分 它會需要更明顯的墊腳 不過 因為890 Duke的椅墊前緣 還有油箱的後端 都設定的比較窄 再加上車體的重心配置跟重量都算輕 它並不會帶給其實太大的負擔 所以實際的自腳性其實是不錯的 即便在墊腳的狀態下 也不會有太多的不安感 只是我們家的女同事身高158公分 她可以上車 但如果要雙腳著地示範的話 會比較吃力 所以為了不必要的危險 我們這次就沒有請她示範了 如果說你對890 Duke有興趣 但你對於座高有點疑慮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直接到店面 在有專人協助的情況之下去試試看 會比較準也比較安全 乘坐感受部分 890 Duke的椅墊特性 其實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它的材質還是跟過去系列車款一樣 比較偏硬 但並不會硬到讓人不舒服 反而是可以用更強的支撐性 來帶給騎士穩定的乘坐感 這一點 對應到它這種戰鬥機器的車款性格來說 是蠻特別的 另外我前面所說的 它椅墊前緣比較窄的特性 也可以減輕一些高座高車款 在雙腳同時放下時 大腿內側容易受壓迫的不舒適感 所以在乘坐感受的部分 我會給890 Duke不錯的評價 至於後座 我們在介紹外型的時候有提到 890 Duke的車身中後段比較冗長 沒有那麼的俐落 但也正因如此 後座的空間表現其實蠻好的 所以雖然會選擇這台車的玩家 應該都是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騎 喜歡自己上山下賽道 不喜歡載人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載人的話 以它的後座表現來看 應該還是很OK的 實際騎乘上路 890 Duke給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油門反應很敏銳 轉速提升得很快 雖然在5000轉之前的低轉速域 它難免還是會有點空空的感覺 沒有到非常的紮實 但是因為轉速攀升得夠快 所以在正常行駛的狀態下 這其實算不上是個問題 因為你油門開大一點 就可以很快的 度過了這個短暫的轉速尷尬期了 來到5000轉之後 首先你可以感受到它動力輸出 就獲得了明顯的提升 從這個轉速域開始 890 Duke就可以展現出非常飽滿的力道了 並且是維持在好控制的範圍之內 所以你不需要去擔心說 它會神經星系的橫衝直撞 它帶給你的 是穩定的線線的力量 再加上原廠持筆設定的很好 每個檔位之間的銜接 並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如果你保持在5000轉到8000轉之間去騎乘 你可能會覺得 890 Duke的脾氣其實不錯嘛 有速度有力量而且好控制 騎起來真的是身心暢快的 但是 再往上 來到8000轉、9000轉 也就是最大扭力跟最大馬力的產生值範圍內 890 Duke骨子裡那個叛逆性格 就會跑出來了 在這個轉速域裡面 你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它狂野的爆發力 只要你敢轉油門 它就敢給 它是很直接很率性的 它不像日記品牌的雙鋼車 在高轉狀態下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的身世風範 890 Duke它不來這一套 它就是很粗暴的 讓你去感受到它這組雙鋼引擎的力量 那這種豪放不羈的感覺 是真的很棒的 好 動力很棒 那操控呢 首先 890 Duke的騎姿是偏運動化的設定 上半身會趴的比較低一點 但不會到不舒服的狀態 重點是它的把手有刻意設定的比較寬 所以即便騎士是呈現前傾的狀態 但一樣可以保持著相當大的自由度 你可以很自在的去變換你的騎姿 你可以大膽的去做你想要做的每一個動作 那這個對應到實際的騎乘上 其實並不會讓你在賽道的成績變好 也不見得可以讓你立刻做出更快的速度 可是它絕對可以大大的提升駕駛本身的樂趣 甚至有時候我騎著騎著 都會產生一種我好像在騎Supermoto的錯覺 好像只要我願意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什麼事情都做得到 那這種感覺呢 雖然是個錯覺 但真的很棒 那另外 890 Duke的原廠懸吊 採取的是比較硬派的設定 如果你只是很單純在市區行走 那麼你在遇到大一點的坑洞 又或者是落差比較大的人孔蓋 或是減速坡的時候 你心情可能會不太好 因為它在這種狀態下 它的彈跳跟震動感 都是比較明顯的 沒有那麼的舒服 可是 當這樣的設定來到山路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不管是重剎車之後的力道緩解 又或者是在彎中 大緊腳狀態之下的動態特性 還是說我們把車身隨著車速來拉正 回到執行上的時候 890 Duke的車架跟懸吊設定 都可以讓我很放心很安心的 去完成上速的這些動作 而且它的操作手感 是很輕盈很靈活的 所以即便是在平均彎數不高 路寬比較窄的一般山路上 890 Duke 一樣可以帶給我滿滿的駕駛樂趣 老實說起碼我會覺得 它很不像是一台公升級的紅牌重車 反而更像是一台中小排氣量的黃牌輕檔車 這個部分我覺得890 Duke做得很成功 也確實可以帶給騎士更多操控上的自主性 還有樂趣 也難怪說原廠在出廠的時候 會直接把它命名為超級手速刀 因為它操作起來真的很精準 而且非常的鋒利 至於電控系統的部分 這次我們所試駕的890 Duke 它要選備頂級的Tech Pack 所以它是有進退檔快排的 當我們騎乘節奏加快之後 快排確實可以協助我們更輕鬆的去攻略彎道 雖然轉速你一樣還是要注意 但是你的注意力 可以多放一點在路線選擇 還有維持騎乘節奏上 這當然是一個很棒的特點 只是 890 Duke這組原廠快排 它在1檔升2檔 還有2檔升3檔之間 偶爾還是會出現不太協調的頓挫感 雖然官方在發表890 Duke的時候有提到 之前有一些車主回饋的890 Duke R 它有快排不夠順暢的問題 那這個在890 Duke身上是有所改善的 可是當我們在實際測試的時候 我們發現還是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甚至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我只是要輕鬆的騎 我要去兜兜風 甚至後面有載人的時候 那麼面對低檔位的時候 我寧願自己乖乖的抓離合器換檔 因為這樣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個其實也很妙 因為它的退檔快排處理得很好 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進檔上會有這樣的小毛病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未來 KTM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那說了這麼多好像 欸 這我快排是不是不好用啊 沒有 我就講一些我個人的感受 就整體而言 它的這組原廠快排 還是有水準之上的表現 還是很好用的 至於其他的電控功能 包括可以自行做調整的群機控制系統 防扶曲系統 還有彈射起步模式等等 我覺得如果你也是喜歡玩車的人 這一些都是值得加價選購的項目 因為它等於是幫你擴展了這台車的玩樂之道 尤其如果你也是喜歡跑賽道的人 不管是大力寶小力寶 這些能夠帶來額外操控輔助 並且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做進一步微調的功能 都是很有趣 而且值得好好去研究的 所以我覺得在買車的時候 這些加價選購的電控系統呢 是真的可以考慮並且一次到位的 就整體動態表現來說 890 Duke給我的感覺喔 就跟我們開場時所說到的一樣 它有冷靜的一面 它可以很精準地去執行我們的命令 可以很精密地去完成每一個我們想要做的動作 但同時呢 它也有寫信的一面 在騎乘的過程中 它會讓你不自覺地去釋放出你真實的自我 它會陪伴你呢 去展現出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那個熱血跟激情 這種冷熱兼具的特質喔 我個人是很喜歡也很讚揚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希望透過騎車來探索真實的自我 你希望用一台很強悍的戰鬥機器的話 那我覺得KTM的890 Duke 一定是你要來好好嘗試的車款 在台灣重機界 操作起來比較細膩比較好上手的日系品牌 一直以來都是市場的主流 那這個除了長期的文化養成以外 其實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這確實是比較容易親近的 只是當你今天如果已經擁有了足夠的駕駛能力 而且你也希望說生活不要老是一成不變的話 那我覺得選擇像是Duke車系這種 有點叛逆有點反骨有點暴力的車款 不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嗎 那這次我們所介紹的Duke 890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59萬8千元 那相關的分期銷售專案呢 都可以到KTM全台的經銷據點來做詢問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890 Duke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呢 我們現在說不適合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是個初學者 或者是你用駕照你騎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你沒有特別的去練車 你沒有特別去學習所謂的進階的激烈的操駕技巧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使用者 我覺得即便它擁有豐富的電控系統 更完整的去掌控車輛 但對你來說 在動力甜蜜點會有強勁出力 瞬間爆發力很強的890 Duke 可能還是稍微勉強了一點 你真的要去享受它 你要去體驗它的話 我建議你 還是多花一點時間 對車輛更熟悉 了解到更多進階的技巧之後 再來騎 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到它的獨特魅力 再來 如果你的騎乘風格呢 是比較休閒 比較RV派的 那麼890 Duke它的動態性格 可能會讓你覺得有點無所適從 其實如果單看數據 或者說實際的出力來說 它並沒有兇爆到聲人物盡這樣的境界 不過 就如同我們在分享騎乘感受時說的一樣 890 Duke 如果你用低轉高檔 或者是很溫和的方式來對待它的時候 你並不會因此而感覺到悠閒 反而會覺得難騎 不舒服 卡卡的 這個已經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了 而是駕駛習慣 跟車輛性格相衝突的矛盾 所以如果呢 你是一個斯文 悠閒派的騎士 那麼我建議你 還是把890 Duke 剔除在你的購車清單之外吧 那什麼樣的人 適合KTM的890 Duke呢 我想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喜歡暴力的駕駛體感 你要的就是暢快 直接的加速跟出力 那麼以890 Duke的設定來說 它一定會讓你相當的滿意 沒有錯 116匹 好像沒有這麼誇張 有些老司機會覺得說 又不是150匹 160匹 更不是接近200匹的猛獸 怎麼會說是暴力呢 但是就實際的駕駛體感來說 當我們今天大轉油門的時候 890 Duke的出力 就是很直接很粗暴的一口氣釋放出來 這是它的車款性格 也是KTM一貫的調性 你只要敢轉油門 我就敢給你 所以即便 它離頂尖 真正大馬力高馬力的怪獸呢 還有一段距離 但如果你喜歡的 就是這種直來直往的脾氣 那我相信 你還是會非常喜歡它的 再來 如果你的性格 是屬於比較不拘小節 比較豪邁不羈的 你喜歡什麼都去嘗試看看 你喜歡直來直往的話 那麼除了動力性能以外 890 Duke它的外型 它整體所展現出來的氛圍 我覺得也都是很合你胃口的 其實Duke車系的外型不用多說 一直以來都是很有個性的 再搭配上Ready to race的招牌橘色 光是看到呢 你就覺得該跨上車幹點大事了 而且就算我們這次拍攝 所使用的這台890 Duke 是KTM家族中 比較少見的低調配色 但實際上 它所呈現出來的視覺氛圍 還是可以讓我們感受到 它不想受限 不喜歡循規道具的本性 所以如果 你想要一台真正個性鮮明 有強烈自我風格的車 那麼890 Duke 絕對是很適合你的 總結來說 我覺得890 Duke 它很完整的詮釋了 什麼叫做現代的性能接車 在外型上 它要夠狂野夠奔放 在內在上呢 它要夠暴力夠強悍 而且呢 還要可以透過豐富的電控系統 以及紮實的車體跟懸吊設定 來讓我們完整的掌握車輛的動向 那自然 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的 去享受到速度和性能 所帶來的樂趣 並且一步一步的朝這個方向 去探索更多 更不一樣的新視野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針對KTM 890 Duke 所帶來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說到890 Duke 我們頻道的老觀眾應該都有印象 之前890 Duke 正式在台灣發表 決案媒體試駕會的時候 在台中立寶的卡丁車賽道呢 不小心摔了它一下 這件事情到今天我還是覺得 很意外 因為一直以來 不管是我們這種 把車借回來做一個 長期完整試駕的硬測試影片 又或者是所謂的公辦試駕 在指定的路線 在封閉的賽道裡面去進行體驗 我都是以安全作為所要的考量 在騎乘上我會希望是 嘗試去接近極限 而不是跨越極限 挑戰極限 因為安全第一嘛 而且這畢竟是別人的車 真的摔到就算不用賠 你自己也會覺得不太好意思 那既然是這樣 那天為什麼會摔車呢 簡單來說 我大意了 我沒有閃 其實我覺得890 Duke 包含890 Duke R 以及我們這次所介紹的890 Duke 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性 就是在騎乘的過程中 它是很聽話的 只要你掌握到它的動態特性 你是可以讓它依照你的意識 去做出各種動作 你可以不斷地去嘗試 推進靠近極限 去嘗試它的單圈 去做出更好的速度的 那這個感受 這個過程 是很棒 很有樂趣的 只是在此同時 你不斷地去釋放出 你潛航在內心 是出熱情的時候 如果一個不注意 確實可能會過頭 我當天就是不小心過了頭了 那這樣講起來 是不是說這個車很危險呢 其實不是 我反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這個車系 丟個車系 其實是很好玩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需要透過一台 這種可以激發你真實自我的車 去找回那個 你可能已經忘記了 你現在可能都不認識著自己了 因為我覺得玩車是這樣 一開始我們都帶著很單純的喜好 單純的熱情去接觸摩托車 可是時間久了 可能你看的 知道的事故變多了 你擔心顧慮的事情也變多了 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覺得 騎車還是很好玩 但是好像就少了一點什麼 那這個少了的什麼 它可能是熱情 可能是一個最嚴實的初衷 那這些騎士可以透過一台好車 去把它挖掘去激發出來的 所以 以KTM在台灣的四戰力來說 它不是一個那麼大眾的品牌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有機會 你也想要去探索一下真實的自我的話 我覺得 它的系列車款 尤其是Duke車系 都是很值得考慮的 如果你希望說 人要比車兇 我希望可以完整的掌握車輛 但一樣有相同的特質 那我覺得390 Duke 是我很推薦的一台車 它 我說過 我可以找出它100個確定 100個毛病 但不知道為什麼 騎上這台車 我是覺得很開心 又有時候轉下去 這是特別大力 這台車我蠻推薦的 那這次我們所介紹的 890 Duke 以及890 Duke 它就是屬於比較 進階中排量的車款 也很好玩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資深老司機 你的駕駛技術能力真的非常的好 那麼頂尖的 1290 Super Duke R 那絕對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所以 如果過去人 你沒有試過KTM的車 我真的建議大家去試試看 去好好的體驗一下 去享受 去感受 什麼叫做 Ready to Race Top 5 2 5 6 7 8 5 8 9 10 9 9 10